据美国新闻周刊5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索联斯基对乌军方领导人表示失望 因为他们在为征求太异见的情况下 对乌军人的行动增加了限制 报道称乌军总参谋部5日宣布 新限制规定要求乌克兰应征入武者 预备一群人和其他服兵役对象 要获得军事属地征兵和社会支持中心许可 才能离开他们的属地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 乌总参谋部做出这一决定 是为了帮助简化对流离失所者的统计 泽连斯基在一次全国讲话中批评了这一决定 称不应在他为提供意见的情况下做出这一决定 而且这一决定引发了大量争端 报道指出这种公开的分歧在乌政府中很少见 邻居俄罗斯卫星社莫斯科7月6日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表示 第一批乌克兰军人已经抵达英国 他们将在几个月内接受军事训练 报道称早些时候英国首相约翰逊提议 为乌克兰军队开展大规模训练行动 每四个月训练最高达一万名士兵 话来是说不久前第一批乌克兰军人抵达英国 这些乌克兰士兵将参加英国基础军事训练课程 包括射击训练 战场急救 野外训练 巡逻战兽和武装冲突法魁训 据悉每次训练班训练将持续数周 小平均冲突法魁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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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e